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吗 那你告诉我 什么叫勇敢 停下来红灯 我就停下来 绿灯往前行 就是过马路对不对 那么黄灯应该怎么办呢 缓一缓 什么叫 什么东西啊 缓一缓 缓一缓 为什么要缓一缓呢 因为 确实停下来 黄灯 那应该怎么办 绿灯开始往前行了 对的 那很奇怪 那个我们在马路上 开这一天 看红绿灯的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在天上 开飞机应该 看什么样的 信号灯呢 云 看什么 云 看云 那么什么样的云 表示我可以走了呢 绿云 绿云 那么什么样的云 让我一定要缓一缓 黄云 黄云 那我就觉得奇怪 有红云吗 红云代表什么呢 代表天呀 好 那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那么乌云代表什么呢 乌云就要下雨了 对对对对 好 那么你告诉我 为什么会下雨呢 因为会 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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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下雨 明白了 好 下雨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安全 怎么样可以做到安全 我会唱 唱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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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意思 说普通话 因为 因为 罗宇了要唱养生 唱养生 跟这个字 请讲普通话 唱养生 是 因为下雨了 下了很大的雨 我们就 来一 很大 很大的养生 我说 等一 哎呀 罗宇了 要唱养生 对吧 那么唱养生 跟这个字 请讲普通话 说 羊伞 好了 那么你少了一个字呀 唱养生 你刚才羊伞讲了两个字呀 请讲三个字 养生 我知道你心里很怨恨我 很讨厌我了 但是我还是憋不住 你一定要跟我讲清楚 看着我 唱养生 普通话是 什么养生 所以 但是 上养生 要注意的 你知道我现在 可以用崩溃两个字 来形容我的心情 好不好 你讲的就很好了 雨伞就是 羊伞就是雨伞 对不对 好 我们要称雨伞 对不对 记住了吗 那么 苍养生 普通我能干啊 羊伞 好吧 好吧 那你会说普通话吗 我说一句上海话 你说普通话好不好 今早我老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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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开心啊 那么我们是来讲普通话 好不好 你刚才讲的也是有点上海话口音 我们来翻成普通话好不好 好 那我再换句话好不好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朋友要握握手 他们啦 我握握手 你是想说朋友要握握手 对不对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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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告诉我 什么叫普通话 那个我去哈尔滨 普通就是普通话了呀 再讲一遍 什么是普通话 哈尔滨就是普通房子 你去哈尔滨住的普通房子 就是普通话了 你为什么要去哈尔滨呢 因为我说 我去江区号 回来的时候 我称东航 回来的时候什么 我怎么跟你说话 怎么那么累呢 东航 你回来的时候 称东航飞机对不对 哎呦我这个解释也蛮累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坐东航呢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 我帮你车机器 然后我就车东航了 哦明白了好吧 好反正我不知道 能不能确定 你真的是坐过飞机 反正你的普通话 蛮大僵的 你的上话话蛮厉害的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